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尤其在两岸官方交流中断之际 这是不是也向对岸示出善意呢 而且新政府难得有一项各方肯定的决策 对蔡总统目前支持度已经止跌的情势下 是否回升有望 不过相对 林权内阁似乎表现不佳 最近一个月光是菜价就飙涨的问题 那么政府难道不知道是谁在决定菜价吗 查菜价查到最末端的大卖场 以及传统市场有没有用 还是查给媒体看 而公平会到底有没有发挥作用 还是虚应故事 另外国民党的猪猪姐是不是受委屈了 国民党打他昨天共伤大计 红马互杠吗 马银九纠正洪秀柱对于九二共事的理解 洪秀柱竟然补装连正眼都不看马一眼 那么猪猪姐是不是误解了九二共事 还是一心希望两岸统一 如果真是如此 那党内立委是否挫了蛋 洪习惠已经可以预知结果了吗 相关一体我们一起探讨 首先介绍来宾民进党副秘书长徐佳青 大家午安 还有国民党五六七联盟发起人张思刚 大家午安大家好 自称媒体人陈静兰 大家好 还有网路观察家朱雪恒 各位大家好 好 先来看未来中国学生比照 侨生外籍生一样纳入健保体系 同意月缴一千两百四十九元 国民党立委执意 这又是政策法夹弯 来看VCR 终于晚间总统蔡英文召开执政决策 协调会议针对中国学生纳保议题 排版定案 为了中国学生将比照 侨生外籍生一样纳入健保体系 中生纳保的部分 我觉得在行政立法协调会议以后 这是一个完美的结局 第一个我们考虑到 中生到台湾来 他的健康的人权 所以这个部分的 在立法院的党团 一定会全力来支持 自家人力挺国民党大酸 但都认为是对中国 释出善意的表现 最新政策 在台近万人的中国学生 将比照侨外生 住半年以上可纳健保 全员赐费月缴1249元 至于侨生保费 政府原来有四成补助 也将取消 从月缴749元 恢复月缴1249元 正式上路后 预估每年可为健保 带来近三亿元的收入 赞成陆生纳入健保 但不赞成这样子的纳法 我觉得陆生纳健保 还是应该跟以前外籍生纳保一样 一千多块 其实是负担蛮大的 因为陆生不能打工 我们是没有收入来源的 纳税是大家共同交 其实我没有什么陆生和乔生的界限 总统府强调规定是基于人道考量定定 但因为中国学生跟乔生保费 都高达1249元 担心清寒学生负担大 总统府将对特定国家 加进清寒学生编列经费来补助 这样的结果也让延宕多时 中生纳保的争议终于获得解套 好我们看到这中生纳入健保 比招外籍生以及乔生改权而自费 那么难得在一党包括亲民党 以及时代力量是肯定乐见 那么只有国民党认为是 是政策法夹弯 不过看这项政策 当然也兼顾人道以及公平 我想请教金兰姐 那么因为昨天的这个民进党 这个执政协调会议 那么似乎看起来是展现效率 施政效果看起来是不错 那蔡总统如果跳到这个第一线 渐入加进的情况下 因为昨天的这个民调显示 也看起来蔡总统的确是止跌 那现在看起来 如果这样子做的话 是不是回声有望 我觉得它展现一个锚定 我要这样讲的原因是 10月3号它开始有这个 政策的这个协调会 那3号 10号 17 24 那每个礼拜大概都确定 比如说监委我们还是要持续 那现在看起来一粒一休 不是也第一时间就定案了 还有包括今天我们看到的 那个这个终身纳保的这件事情 所以它感觉上在接受上 或是在体系上面 就是决策体系上面非常清楚 那让大家看到 明快有效率嘛 是 是 是 我觉得这个部分确实是已经成型 让大家看到是要往一个方向去走 那我觉得法夹外这件事情 也没有用了 本来你可能觉得是罩门 就是说他五个多月来 你看修正 修正 修正 每件事情大概都在修正 修正 以前反对嘛 对不对 以前反对的 我就是反对反对嘛 那现在都在修正 因为你现在执政 我觉得法夹外这件事情 对他们来讲不是罩门 但是昨日总统 譬如昨日死嘛 那今日总统 譬如今日生嘛 我今天就执政了嘛 我就是要解决问题 我就是要面对问题 所以如果再用法夹外这件事情来去 你说能够伤到这个民党 我觉得那个边际教育在递检 因为他就是在修正 那走修正主意你应该给他拍拍手 就某种程度上他相对理性嘛 所以我们看刚刚江启成也这样讲 给他肯定嘛 所以我认为法夹外这件事情 对于民党的那个杀伤力 伤不太到越来越小 那对于终身纳保这件事情 讨论到现在我基本上还是认为 它是一个政治议题 因为他没有选票 基本上因为不管是外籍生也好 不管是终身来好 他们是没有投票权的 都没有票没有投票权嘛 没有选票嘛 但是对于台湾社会来讲 你可能会有一个观感说 蔡英文好像相对理性 比如说过去是因为 看起来国民党给他优惠嘛 比如说给他事成是政府出钱 那为什么要特别优惠 那外籍生没有啊 那为什么这个对于中国 不是 外籍生有 那他们也想要让这个终身比照嘛 那过程当中 那就在讲说 我们的健保资源够不够啊 在这边讨论当中 这中间的那个意识形态 可是现在他看起来 他修正打开了 通通都一样 外籍生被拿掉了 外籍生今天可能不买 因为事成被拿掉了 他以后得全额 那终身以前没有 现在看起来给他的一个门槛 那领不领情是一回事 因为他们自己都透过商业保险 大概三千块 那现在透过台湾的健保体系 他可能一年大概要 一万五到一万六 那这个部分对他们来讲 会不会是个负担 那是另外再说 但是你可以看到 蔡政府在整个理性修正主义上 他往一个路上去走 那这个事情对于台湾社会 他会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 当然过去莱茵支持者就觉得 你看你看 过去因为马英九 过去因为国民党 我们说什么他就要反对了 所以你看 可是现在呢 他自己都在这条路上 做了某种程度的一个修正 所以在这个 会质疑他在这边法家 但是我要说是 台湾社会觉得 这个吵得太久太无聊 那是不是往一个正道去 所以我基本上觉得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往一个理性跟 这个中道的方向是好的 至少这个修正是一致 然后往大家都公平 那大家都没话说嘛 那至于负担是高或是低 那么或许就说这些学生 自己要去考量 你是不是要来台湾念书 不过总的来看 这个负担应该是不会太大 毕竟你到国外念书 可能这个负担就会更高了 我想请教这个司纲 你怎么看 这一项修正当然都过去 因为民进党是反对 那问题是当时的条件 跟现在的条件 是可以相提并论 再来就说 这对于两岸关系 目前可能比较在冰冻的情况之下 这是否是跟对岸 释出一个善意呢 这个议题 其实很多面向 可以有不同的效果 你说把这个中生纳保 就是让他们能够 同享这健保待遇 国民党过去是这样主张 但是过去几年来 在议题法律里面 就是过不了 因为民进党会对议题上杯葛 不过没关系 换了位置换了脑袋 我一向很鼓励民进党这样做 因为过去在野的时候的主张 未必能够适用 因为换了位置之后 你发现问题面对的不一样 你就要去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就不能只是抗议 不能逢马必反 OK 那你说好 你这样做一个转弯 让这个陆生来做纳保 跟外籍生一样 过去国民党长期 也是这样主张的 OK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 回到这个路线 我觉得应该拍拍手 鼓励鼓励 那会不会是有补贴的 不同的关系 我觉得补不补贴 因为大家都有 都要补贴政策 像过去国民党 要推着案子的时候 也曾经讲说 那就让陆生自己去 全额负担 那大家也都愿意 而且自己可以选择 有的还是选择商业保险 因为商业保险三千多块 但是麻烦是 他后面要去补这些证明文件 很繁琐 那健保好处说 我刷了健保好就OK了 后面的支付 通通由健保局来负责 所以就各有利弊 不过anyway 我就换了这个位置之后 民党也知道当家难 也知道说过去 我有一些主张 坦白讲 喊喊高兴 但是你真的到那位置上之后 就不一定 所以你说对于对岸来说 是不是一种善意 我想对于对岸的年轻人来说 是一种善意 对对方的政权来说也未必 因为政权来说看的 并不是个终身纳保陆身纳保 对他们来说 可能那只是一个 非常小的一个措施而已 不过我觉得这一次 双方来说 我觉得都有一个 在民间社会有个好的 开始 有个好的一个曙光 包含说像我们这个渔民 在这个成为这个人质 这么多年以后 海协会也帮忙去做一些 还帮忙做一些协调 那这样我们的台湾渔民回来 这一部分 也知道开放了这个路深 能够来纳保 这一块块虽然是彼此来说 都是很小的曙光 但是能不能让 两边的民间社会 从这个时候 能够来比较正常的交往 我觉得对于未来的两岸来说 虽然上面的 政府之间不往来 甚至有时候冷语相向 但民间的部分 不要把它完全风洞 是的确 加金姐你怎么看 现在看起来就像 角色如果说大家都 齐头一致 公平的去处理 其实相对来讲 阻力也就会比较小 大家也都是看好 那特别是在这个政策协调会议 那看起来蔡总统 如果说跳到第一线 那么执行这样的成果下来 似乎感觉明快有效率 对于未来的这个 支持度的回征 应该是有望的 对 我必须要说 其实在终身纳保 或者外籍生或者乔生 这一块其实 民进党是非常负责任 从以前在过去 虽然是在野的时代 因为我都自己记忆中 我在常会已经讨论过好几次 那当时那已经是我上 四年前当常委的时代了 所以一路讨论到今天 其实我们当时就是在算平衡 说这个金额要怎么样处理 是一个合理公平的状态 那因为原来的外籍生跟乔生 是有政府部分负担的 那现在呢 当时我们算的结果就是说 如果在未来台湾一个全球化时代 我们又欢迎更多 不管他是来自中国 或者是乔生 或者其他各国 他们拿了奖学金来台湾念书的 那老实讲奖学金已经给他一个 相对优势了 已经有辅助了 对 那在那保的部分老实说 政府这四成 顶多对学生来说 是多个四五百块钱而已 并不是非常大的一笔数字 我们当时有算过就是说 他最多一年大概不会多到过 超过五千块 那以这样子的一个计算方式 我们觉得那相对还是合理的 所以当时已经有讨论到一个阶段 到最后面 我想今天刚好随到渠成嘛 那蔡总统也觉得 他也非常关心这件事情 就是说 第一这是一个人道的问题 不管你来自于哪个国家 每一个人都有基本的健康权 那这个健康权 不应该是有区别的 标准应该一致 标准应该一致 所以那后来就好 那干脆把乔生 跟原来的外籍生的这个补助 也把它拿掉 那老实说 因为像我自己也当过 这个去国外念书的学生 我们也是自己全额去保 保那个保费 那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当然有些国家比较特殊 他可能还提供相对的一些 可是我们 我们没有拿任何的奖学金 自己去念书的 我们自己当然也是付全额的 如果跟其他国外比 那台湾现在的目前 这些外籍生的这个负担 会比国外多吗 还是说还是便宜很多 少很多 我自己记得我25年前 不好意思 又透露我年龄 在德国念书的时候 那时候一个月的保费 就是要交大概 1500到2000块台币左右 那个学生还是最低 也是最低等级的保费 20几年前 那你比照今天的状况来看 那个台湾保费相对是还便宜 而且台湾的这个医疗保险的范围 又非常的大 然后这个品质又非常的好 那所以以这样的逻辑来看 我觉得以这样的一点点 保费上的差异来说 对我们这些所谓外籍生 终生来说并不是太困难 但是如果他们真的有少部分 提得出所谓的 很贫困的这个所谓证明 政府还是会有一些管道 去救济他们 但是基本的条件 就是设定一次标准 那我觉得这样子下来 没有什么意识形态的问题 也不会有公平性的问题 然后对国人来说 国人也会觉得比较公平 不然我们纳的这个保险费 反而是去帮别人补贴 大家心理上都会觉得说 哎哟 要给我们账一些 大家心里就已经不是很好受了 然后又看到别人的这个东西 我们还要补贴它 所以我想经过这些 各种各样的一个参考之后 最后做这样的拍板定案 我觉得同时在拍板定案的时候 昨天还不是只有这个案子而已 同样的公司法 在台湾未来的经济发展 也是一个需要松绑的 需要去做解套的空间 那这个终身大保 包括这个比如说 声率或说独派的人士 相对的意见 是不是也比较少了 之前他们是相当反对的 他们其实不反对 他们其实基本上 跟一般市民一样 就是认为说要公平性 只有在这一点上的坚持 所以后来蔡总统 做这样的拍板定案了 这个东西 其实我们过去几年 我们在野的时候 也在常会里面讨论过非常多次了 在我们的智库 也讨论过非常多次了 所以最后做这样的决议就是 好全部一致 然后过去的这个乔生跟外籍生 全部拿掉 那我相信以这样子的一个公平的逻辑来说 国人也不会反对 过去有一些政治意识形态的人 也不会反对 那这样子的话台湾的这个财务健保 也相对会健全一点 是 来 徐衡你怎么看 这识别是难得 蔡政府这个上任以来 难得一项这个 各方都算是肯定的一项政策 就是各方大概也就意见 不会那么多 各方都能够接受 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一个政策 我觉得这个本身这一次的改正 其实因为它本身算是有道理的 有道理的意思就是 重点是在公平 而不是在于你最后收多少钱 那所谓的公平就是 你要嘛要比照 其实最早的时候 大家都说比照乔外生 那只是早些年 乔外生是有补助的 那现在是 那大家都不要补助 没关系 我们都一并付全额一千多块 那其实坦白讲 健保在这样子的全额负担之下 其实还是小赚 还小赚 就是严格来讲 你可以推断这群年轻人来台湾 生重病的机会不高 那他交的钱又是全额缴交 所以健保收入会大于支出 是的 健保在这个部分是赚钱的 那再来第二个 他也算是公平 也就是你没有把乔外生 跟陆生分开来区隔 那反正一律都是 以乔外生来 一视同仁 对 那所以这也没有歧视的问题 那在这个整体的运作下来 其实就像刚刚已经讨论过 那你跟商业保险比起来 其实还是便宜的 因为这个背后还是有政府的 健保的运作补助 那如果你到美国去 你拿商业保险那不得了 那价格贵很多 所以在这个整体的状况来讲 我觉得蔡政府要思考 你现在推出一个新政策 结果大部分人都支持 那这个重点不在于单一政策 而是你以后的政策 有没有类似的模式 也就是公平公正 而且兼顾到大家的权益 兼顾到基本人权 那我觉得 我们稍稍岔开来提一下 像你譬如说台化的事件 你就比较没有办法做相提并论的意思是 那美问题也可以注重环保 叫台化停炉 可是他的三四百名的员工 政府有没有办法协助他做安置 这个处理比较麻烦 对 那在那种状况之下 你就知道 为什么台化大家比较有意见 但健保这个陆生纳保 就变得大家都觉得乐观其成 我觉得重点在分析这个模式 当你知道这个模式 其实大家可以接受的时候 你就可以往这边走 就跟菜价一样 菜价的意义其实不在于说 民众一定要吃很贱很便宜的 菜 而是你能不能让农民赚到钱 然后中间商有合理的利润 民众不会不能负担 我觉得这个公平的概念 只要菜政府抓到 你至少就知道 大家对于执政的要求 那你太过理想化 或是太过理念化 反而是负面的 的确 学生提到了非常一个重点 最近菜价是一直涨 虽然说这两天有稍微回稳 但如果说我们看到 菜价有跳到第一线 看到这个决策协调会议 比较有效率 但是否也就凸显 林内阁好像还要再加油 为什么这个菜价 这个标准一个月的情况 一直无法解决 那么菜价的问题 立委昨天其实也痛批 这公平会动作实在太慢了 根本是在虚应故事 我们来看昨天的职讯情况 对于菜价感觉起来 对你们觉得 茶也茶的软弱无力 洞也洞得异性南山 到最后的结果 还是不了了之 难道真的只是供需法则吗 因为台风 所以减产 减产所以需求没有减少 就增加 就这么简单吗 中间还是会有一定的和平力 供需上我觉得还是关键的意思 如果我们试出足够的蔬菜 然后复耕能够快一点 那我相信菜价很快就会回路 好 我们看到蔡总统拍板的 看起来效率比较好 但是也就是说 是不是凸显隔魁林权 他的施政不佳 光是菜价的问题就处理了 一个月还搞不定 来请教这个金兰姐 我们刚才也看到 公平会主委吴秀明 他就说不排出有菜虫 但问题是前朝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这位 公平会主委吴秀明 也是说总是说 这我们还是要再继续查 但查了半天 我们就发现从前政府 到现在的新政府 感觉上他永远都是在那边 虚应故事吗 我觉得是啦 当你说公平会 他不是今天才当公平会 早就应该启动 那你今天说他是前朝的 我也同意 但是我也觉得说 农委会在这里面早就换人 而且是曹启鸿 曹老师 那就民党对于民意的掌握 我自己其实很敏感 因为我也跑过新闻 所以连续来三个台风这件事情 他的菜价一直在高端这件事情 其实非常非常久 那中间又碰到过节 比如说端午节 比如说中秋节都没有下来 你懂我的意思吗 他都一直在高涨的高涨期 因为你还碰到供需 所以他一直在高涨期 那然后又不断的供需 在这里面又失衡 所以他不是一天的问题 我要说的是他有一段时间 可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你没有看到第一线 比如说农委会 我们过去那个思考就是 赶快进冷冻的蔬菜进来 因为有根莖蔬菜可以进来 那能够平抑物价 那你也看不到这样的新闻出来 让大家觉得说好像有点心安 那过程当中就变成 一直积压积压到今天 其实你知道我讲个状况 我前一阵子去吃 我吃小吃摊 或是他已经有个店面了 我说我要烫青菜 他说没有烫青菜 因为太贵了 那OK 那我说那我要吃青菜蛋花汤 我吃个蛋花汤 人家通常会放点番茄跟青菜 你知道他给我放什么豆芽菜 然后我数一数还数得出来 大概只有十根 你理解我意思吗 就打一个蛋花 上面大概只有十根 十根 我还可以数得出来 那你就知道那个状况 就是说今天不是我们做家庭主妇 我帮小朋友带便当 因为他说学校不好吃 我也想办法给他带便当 那小吃店也苦 他成本不符 因为烫青菜 比如三十四十 我拿什么给你三十四十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就大家民怨非常非常真 我记得我还跟 国民党的民意代表 说你们怎么都没有去 去做这个发声抗议 他说不用 就让民意去积累 那个积累最后一定会爆发 最后一定会让他去做处理 后来我才看到最后的那个 我讲完第二天就看到 立法院江启成他们出来开记者会 然后就开这 啪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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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了一堆 也就是说这个事情 我觉得民党在执政过程上 我们通常那时候指责 国民党的时候也是这样 这农委会到底在干嘛 这些人都是在天龙国 或是跟我们不同温层 然后每天都这样 你看他主机长那天跟卢秀燕的答话 我都吃行政院的便当 我都没有涨价 我都没 那我就好奇了 为什么前政府到新政府过来 我们的政府单位好像都没有在平易物价 永远都是慢了好几开 而且还有就农委会对这件事情应该最敏感 就是说你不只主委 不只基层的这些人 他每年都在搞这些 因为只要那个他就会 就会有这个状况 那是一连串 不要说是OP了 早就应该是 可是你还是让它发声 那我在这里面我可能对佳青 或是段宜康本菜在讲 那个台北农产公司 就是说我们过去 比如说民党在对于马政府 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不会去指责台北农产公司 你在这里做不好 你理解我意思吗 他把它转移到今天 大家看到台北农产公司 就是把菜价转移到 好像人事斗争的问题 台北农产公司要负最大全责 那所以才看到我们看到 台北农产公司相关人等出来反弹 因为都在台北市当过市议员 都知道那个结构 那那个结构 当然有人掌握这个 最主要的蔬菜来用 我想这个也是事实 但是马政府这实在 该你骂被你骂也都被你骂 但你不会去说 台北农产公司 你要负全责这件事情 但是因为他刚好进行 人事更动的过程当中 你就把所有的问题 往内里去指 我觉得这个过程 就会让大家看到 过去我们看到 马政府的时候 大家日子不好过 现在看起来民党执政以后 大家日子还是不好过 我再讲一次 你真的就看到 那只有十根豆芽菜 你就知道 那夸张到不行 那不是我生气 我想小吃店老板 他也说我也想卖 可是真的没有办法 他就是一连串的明月 当蔬菜的这个价格 如果比肉高的时候 那说实在的 我们一直在期待 这个政府的 平易物价的功能 到底在哪里 不管是前政府 或现在的政府 感觉上都没有人在 没有人在平易物价 那到底是我们这个 政府部门 相关的部门 是不是失能了 请教学和你怎么看 这是不是 这个我们的政府官僚体系 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前政府 我们也骂 骂到现在新政府也是如此 那再来就是公平委 我们那天也就看到 他去查价 去这个大卖场 还有这个传统市场查价 问题是你去查价 去一个最末端的查价 然后公平委主委 又说他不排除有菜虫 那难道政府 不知道菜虫在哪里 到底谁在掌握菜价 我觉得第一个我要先讲 抓菜虫这三个字 从我国小的时候 听到现在 都在抓 对 夯夯夯夯夯夯 也二十几年了 但我从来没有听到 过有哪一只虫被抓到 那再来就是这一次的 抓菜虫运动 你知道每年几乎只要 菜价一夸张 就开始抓菜虫 已经到了 几乎像每年 办一次运动会一样 但今年这一次 有一些特别夸张的东西 我觉得新政府要注意 就是不要演过头 就你派警察到菜市场 去查菜价 那现场你抓 如果觉得菜价太高 你要当场逮捕他 因为对警察来讲 这真的是额外的公务 以前不需要负责查菜价 就现在你要派他去查菜价 那原来以前我记得 有公平会的相关执法人员 或者是你的物价平稳小组 有可以指派 甚至我讲明啊 那这个比较归农委会嘛 那你怎么归警政署呢 警政署是怎么样 那你要不要叫消防队呢 抓虫啊 你是不是要叫他们消防队 而且菜胖可能会觉得 这个政府是把我们都当贼吗 这真的是很糟糕的状况 连消防队都说 你什么三天两头 叫我抓蛇抓蜜蜂 不该是我做的事情 我觉得第一个 新政网要体会到叫警察来抓 真的不好看 而且实际上也不会有效果 那再来就是 如果真的每年都有菜虫 坦白讲这个体系一定先进到 可能你要用大数据 这边不是在卖弄大数据 而是有多少菜卖多少钱 你把历年的数据调出来 你就知道这有没有异常波动 如果有 那中间就可能有勾结 因为前一阵子 我们已经看到说 他已经变成说 可能拍卖人员跟某些 这个来拍卖的这些买组 之间有勾结 哇这个等于你讲 那个富比士或书富比的拍卖 说这个拍卖官跟底下人举牌人 有勾结 其实这非常严重 这严重到已经接近弊案 那如果你今天敢这样讲 那就要查出来 那或者是你要指控说 台北农产运销公司 就是你负责 那请把证据提出来 因为坦白讲我们身为一般 就我们是中端消费者 你告诉我说 这菜价这么贵 是因为高端高端 某一个农产运销公司 因为他们勾结 所以让全国的菜都这么贵 那怪了 请问现在是不是执政五个多月了 检方警方调查局 甚至你说廉政公署 都算是你们的执法人员的时候 怎么会抓不出来 因为当你一直这样讲 讲久了又没有结果的时候 你会把这个无能 或者是做不到的东西 你变成扛在身上 我觉得这真的很不利 原来抓不到 我们可以说可能找不到原因 但你现在每次有找出理由来 但结果不解决这个理由 我觉得反而是负面的 工部门没有武器吗 还是说放任这些菜虫 我想请教佳琳姐 那看起来 雪恒也说了二十几年前 就听到有菜虫 那问题是这么多年来 那现在新政府上任 不就是应该展现 跟过去不同的做法吗 那如果说你不拿出来的话 那跟以前又有何不同 刚刚大家的批评我都接受 而且我自己也有一些感受 那老师说这个历经这个9月 这样一连串的到10月的台风 菜价平均大概上涨20%跑不掉 那这个菜价 当然有一些种类别不一样 可是我一直很疑惑 就是说我到传统市场 跟到一般的大超市 你比方说有连锁店的什么 大润发 全联这个系统 因为他们不跟那个果菜市场去买 他们直接跟源头出零 对 直接进货 他们的菜价没有那么大的幅度波动 那为什么我们传统市场的菜价 变化这么大 那就是在于说 我其实也在一直研究这个问题 当然农委会首当其冲 他事实上他手中掌控有这个所谓 他本来就有一些冷冻蔬菜的储存 然后他也有一些 可以从国外在进口蔬菜的权限 这次有没有释放 这个问题就出来这里 农粮署有释放 但是释放到那个所谓市场去的时候 一样被同一群人掌握 一样又把这个菜价又控制住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当然有点做不够的地方 就是说你不能只有释放 你还要 所以那个结构政府不会不知道 对 所以重点在于 我觉得台湾处在一个 你说它文明它已经有一个进步了 可是在某些地方的研究 我真的觉得还是太落伍了 至少我自己所理解的 你要有长期的研究说 从那个产地到集散的这个果菜市场 到拍卖的过程到中盘小盘 这一路上来都要有一些长期的研究 去记录说几月大概是多少钱 几月大概是多少 生产成本是多少 我们也不能说把菜价都压到很低 让农民都学本无归 对 我最喜欢 我现在已经逐渐采取一个做法 因为现在宅配实在太方便了 我如果知道哪里有这个农民 自己做的好 种的好东西 我都直接给他下单 然后他就宅配送到我家里来 我还省得去逛菜市场的时间 那个又新鲜又品质有保证 可是问题是我们这个系统 好像一直都没有人在做研究 所以你等到他说很贵很贵的时候 那你的比价在哪里 对不对 我们现在只有那个大中公平会的说 物价指数这样 可是那个细节的研究 你没有好好的去做处理 所以我第一个 我真的要建议农委会 真的要开始找一些专业的人 长期去从市场一路往上盯 把那个资料价格 你至少要连续做两三年的记录 然后有一个平均数 以及在农业的产地 它的成本是多少 那这样子我们来计算出来的东西 将来你要去抓这些人的时候 你才有一个合理的基础 对 也就是说现在新政府 其实要有一个新做法 把过去那些盘根错节的 掌握菜价的组织 可能要做一个打破 那就看新政府有没有破例 来 斯刚你怎么看 新政府有没有破例 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这五个多月来 看不是很清楚 但我要讲的是 那个曹启鸿 现在的农委会主委 他出身农业县 他应该很了解 整个农业的结构在哪里 我们讲说这个换党最重要的是 你公务员是同一批人 但你上面的脑袋 不一样的时候 就像他去做法 和执行 就会有不同的做法 只要感觉他是耳目一新 当然我们很难期待说 当然所有的事情 你在五个月解决 那不可能 但是你的脑袋 有没有新的思维 特别是如果你手掌 还是出生于农业县 对地方的农业非常了解 对全国的这种农产运销 很了解的情况之下 那你的决策思维像有不一样吗 对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你没有什么特别决策思维 然后动作又特别慢 然后怎么样 进口这些国外的蔬菜 或是来放宽 冷冻的蔬菜这些释出 都看不到积极的作为 我觉得大家对于 这积极的作为 是打很大的问号 更何况 菜价的问题 你就好好去解决 不要再去扯 什么农产运销 来接下来接下来 这是连进口蔬菜都贵 比如青花菜 对不对 大家在讲青花菜 以前我们大概 超市买大概35 那现在可能要涨到50 那这涨什么呢 它没有在台风受灾 但是它从国外进口 它跟着这一波 它跟你水涨船招 所以它全面性的涨 就是说进口的也涨 那你自己种的也涨 所以这个发展过程当中 让大家觉得非常的讶异 那我还需要讲的就是 特别你如果把它手指到 这个台北农产公司 你真的今天的反噬力量就很大 因为杨汝们 他是台北农产公司的董事 他就把他的董监事名单拿出来 有一个叫检察官 也就是说他们体系里面 你要指责人家在这里面 有很大的一个内部矛盾 或作弊的情况 他就告诉你 我这里面就有一个这样的系统 你可以去做处理 那这里面如果他没有做处理 那表示说他在这里面 不是怠惰失职 就是他是整个结构性的 或者在这边发生问题 所以他必须要全面性的 如果今天民党在这里面 你要当卓木鸟 OK 把里面的树里面的这些害虫 或是我们在讲的菜虫 我自己也跑新闻 真的喊很久 他讲二十几年 我大概超过三十年跑新闻 那超过三十年好不好 也就是说当这个全国菜家 都飙涨的情况之下 就不会是只有一个台北农产运销公司 要负责任 那当然现在谁在执政 谁要就去负责 我们先休息会稍后来关心 国民党是不是陷入内斗 那么国民党这些重男人们 是不是欺负助助姐呢 先休息会马上回来 前总统马英九 昨晚邀党主席洪秀柱 跟党内的要角参序 针对洪席会的议题 洪马两人互杠 来看VCR 前总统马英九主动邀请党主席洪秀柱 跟前后任副主席参序 话题围绕在11月1号 就要举行的洪席会上 结束后马洪两人面带微笑 一起走出来 难道是洪秀柱答应 只一趟这趟仿中行 会把九二共识 一中个表挂在嘴上 九二共识跟一中个表 是不可分的 所以在未来呈现的时候 你应该保持原来 这样的一个方式 你避免外界有误解 或者甚至于会见缝插针 是这样的 那么洪主席有没有具体的承诺 他会在对案台名要求人家巴黎 他刚才 他说完全了解了 完全听进去了 满九一句他听到了 轻描带血带过 事实上这场餐序火气不笑 满九先发难说 他讲九二共识 没讲一中个表 不会让人觉得他有问题 但有些人只讲九二共识 始终不讲一中个表 就会让人觉得他有问题 他只要讲这些话 会得罪人 但不得不说 洪秀柱随即反呛说 你讲的我都知道了 但两岸谈判很复杂 九二共识不只有一中个表 不是还要说 两岸和平统一吗 为何只讲个表 不讲统一 气氛因此尴尬起来 满九还解释 九二共识 跟国统纲领的不同 不过洪秀柱只是淡淡的 还一边补妆说 我知道了 民以死为天 吃饭的时候 谈严肃的政治议题 经常是难以消化的 那个昨天的场合 洪主席所接到的通知理解 也是一个募款参会 当然我们理解到马前主席 而提面命的用意 也不是他的第一次 好 我们看到国民党昨天 这场是鸿门宴吗 鸿马两人互杠 马英九总统在讲话的时候 洪秀柱是在补妆冷回 我听到了 来请教司刚 昨天这个是什么 你们国民党内部 这些重男人们围剿住住姐吗 那住住姐受委屈吗 我觉得第一个 我觉得转述的语意 大概描述 可能有的时候会比较戏剧性 那洪秀柱的一些表情 本来就比较丰富 当然是说 他喜欢听到的一些话 他有时候会回 他知道了 但是我觉得马前主席 或马前总统 我觉得谈这个九个共识 自然有他的语重心长 他这本书里面 最近刚出了一本书叫做 高孔年写的叫做 《两岸第一步》 这一本书 这边说有一句话 就是他去年不是 是马锡惠吗 高孔年在电话里面 特别跟他讨论到 怎么样去表述 九个共识一中个表的问题 那高孔年说什么呢 说那当时有一句话 非常的重要 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但对其含义认知各有不同 那第一句的虽字 绝对不可省略 因为虽这个字如果省略 他就跟大陆的讲法一样了 所以你说在两岸的过程里面 有的时候一字之差 但双方去解释起来 都是可以各持己见的 那对于未来这个谋合就更困难了 所以你说九二共识一中个表 在对一般的认知里面 确实是如此 那我觉得洪秀柱便没有说 他要放弃一中个表 那我觉得一些也不必苦苦相逼 他没有说放弃 但是他也从来都不提个表 他没有说他没有放弃一中个表 在我的理解 所谓九二共识的含义 就是一中个表 就是他的灵魂就是一中个表 但他昨天的谈话 显然是把这个九二共识 是跟国统纲尼统一 是把他混在一起了吗 他说为什么你只讲个表 那为什么不讲统一呢 那所以这个马英九 不就是就跟他解释了吗 不是这样子吗 那感觉是 是他有误解吗 洪的讲是统一 我想只是一个 像一个对话一样的一个话 并不是说洪真的主张 马上要统一 那我觉得 我觉得他对洪秀柱 稍微有点信心 因为第一个他还没去 你有不知道他在什么场合 会把九二共识一中个表 就是把他讲得清楚 那显然大家是说不信任的 我觉得不要那么不信任他 他毕竟也是国人党党员选出来的 如果觉得说 大家觉得不信任他 明年就不要再在那里 金燕姐 你要怀孕一下昨天的情况 是这些高层都对他不放心 你知道吗 我意思说不要不放心 我这样看起来 你们党内众男人对他是不放心的 我觉得要给他稍微一点空间 不要说对他不放心 那当然他也是他票一票 被选出来的 如果说觉得说洪秀柱这次表现不好 那明年大家还有机会 重新做一些思考 所以我觉得在某个程度上 让他有一个余地 去稍微有一个空间去做发挥 他还没去呢 你怎么知道他不会讲 我请到金燕姐 昨天的场面 对于洪秀柱来讲 是不是相当的难堪 毕竟过去的前这个主席好了 有过这样的情况吗 被人家这样当众指正吗 主持人我觉得昨天那个空间 他是一个男性为主体的威权空间 他能够做什么反抗呢 全部的人大概 我觉得要请君入瓶 你说鸿门燕 我觉得还有点不够真实 他基本上请君入瓶 所有人大概都对他一个人在讲话 他大概很清楚在那个场合里 所以他就这样 你知道吗 把这个盒子 补装盒子拿出来 然后把这个粉扑拿出来这样 因为你要他讲什么 在那个场合里面 他所能做的抗争 他恐怕没有办法 起来转身就走 所以他就用这样 这样叫什么 今天各媒体所做的描述通通一样 叫轻蔑 我不认同 然后他有没有屠雄线 笔线也有 他自己把国统纲里面的那个统业 讲出来了 所以他其实是个造妖境 这个造妖境是所有人请君入瓶 希望把红袖柱匡陷在一中各表九二共识 可是他不理 对不对 他不理他就用这个方式 里面描写 这所有人都是里面转述出来 因为他没有开放给记者进去 然后所有人转述出来 他根本 马英九在讲话 他根本头都不抬 眼睛都不看他一下 等于是有一个这个摄影机 或是有一个人盯着他看 把整个场景把它描述出来 在这种气氛情境氛围下 那我们看到了红袖柱做的抗议 跟他的反弹是什么 就是拿起粉饼盒 这个粉饼盒的本身 是一种抗争的武器 拿起来就这样 基本上就是不认同的一种表现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各媒体出来 包括刚刚我们也看到 VCR里面这样讲 然后这个话语权全部被控制 因为所有的媒体出来的报道 大概都一致的 今天他就找了蔡振元出来 开记者会 他要把话语权拿出来 然后对着马英九所讲说 你不要再指三道四 你已经卸任了 你已经卸任了 因为一中各表九二共识 是在2008年 透过他还有小布希 然后跟中国的胡锦涛 大概三边框架出来的 那个政治现实的情况 到了2016年这些大概都往后走了 那当然我们看到了这个洪秀柱不认 他走得更激进的一块 那维持现状 被我们看到的这个蔡英文 九成九都给继承下去 现在看起来 这个党出现党变 而且非常激烈 因为今天有一个共同的行程 叫做台湾光复节 这个节台湾大概很少再过了 我们过去小时候还唱歌 光复节歌 还放假 那这个本来邀了洪秀柱 洪秀柱就不去了 结果是谁去 那些男人又去了 然后这个状况 你就可以出现 看到那个分裂跟分歧 然后蔡振元自己 在党部系统 就开了这个记者会 把这些话再讲了一次 他讲了一件事情 他讲了说 九二共识一定 包括了一中各表 那一中各表 不见得在这里面 他的那个前后的逻辑 他把这个逻辑 再统统讲出来一次 所以他会讲的是什么 在宪政体制下 深化九二共识 就是跟党纲一样 他们已经立了党纲 里面就没有在谈一中各表 这件事情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坚持 那个坚持者 今天当家做主是我 是我红袖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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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晚上的那场戏 我不爽 我今天在找蔡振元出来 把话讲清楚 那十一月一号 你们这些男人 再讲再讲 我要做的就是我做的事 所以看起来 我在看这场戏 我觉得很有戏 那这个很有戏的过程当中 看起来是分裂的这个状况 昨天整个过程非常有戏 那国民党这些重男人 就希望把红袖柱框柱 那显然红袖柱 是不会这么乖乖就范 来 请教学衡你怎么看 昨天这样的状况 你觉得祝务姐 是有受到委屈吗 还是觉得你应该 他觉得 就是你觉得他应该要 比如说千商我独行 他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呢 我觉得第一个 在这么多人请吃饭的时候 结果你是最后一个到的 你先天上要知道 这个厌无好厌 会无好会 人家都已经串好了 你到那边去 通常我们以前就到现场 选班长 谁呢 就我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觉得第一个 祝务姐 我不知道是他行程安排 还是他本来就有叛逆之心 他前一个有募款的行程 募款活动 他有募款活动 所以他晚到 大家都有理由 路途有点远 我们都完全相信 但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整个现场看起来 我们觉得祝务姐 有没有被欺负 其实不是那么重要 是他自己 有没有觉得自己被欺负 因为看起来 他的叛逆心很强烈 也就是你想想看 马英九是什么立场 他说我以前 既然是前主席 或是前总统 我跟你讲 这样 那结果 洪秀柱回什么 两岸关系很复杂的 你仔细想 就感觉学妹 内纠正学长说 你慢啊 你不知道 那这种 这种呛法 你说是马英九 你内心想说 难道马英九会不知道 两岸复杂吗 对 所以这个呛法 这个呛法真的很呛 所以说其实当天 那个场子 是虽然桌子没有翻 但真正桌已经翻了 所以对国民党来讲 我觉得国民党要担心的是 洪秀柱的叛逆心 依然存在 那他去见习近平到底会讲什么 坦白讲真的没有人知道 我遇到那么多国民党的明代 或者是他们内部任职的成员 没有人知道 就没有人知道他去见习近平 到底有没有底线 到底有没有上线 有没有下线 但在一个没有限制的 自走炮的状况下 洪秀柱真的有可能 替国民党带来 党史以来最惨重的一个结果 我想国民党人现在 实不知味睡不安整 就因为不知道洪秀柱要讲什么 对的确 这个洪秀柱虽然说 他这个没有再说一中同表 但问题是显然党内现在 对他是高度的不信任 来请教佳燕姐 现在看起来这个洪席会 那显然这些 他们的党内的这些 民意代表立委 是不是挫了蛋了 这个洪席会 可能已经是可以预期的了 如同刚刚金兰所说的 昨天这样的一个鸿门宴 是充满着男性色彩的 一个集体的压力 那这个集体的压力 对洪秀柱来说 其实如果真的是 想要去跟洪秀柱沟通 这样的方式恐怕是适得其反 因为洪秀柱的性格是 吃软不吃硬的人 那以他这样的一个状态 真的 我觉得现在是这样子 当然也知道这个牌头 他这个补装当然是一种抗议 其实我是觉得说 但是这种抗议方式 有一点未免太原始了 你现在有一种东西 叫手机好吗 你就低头一直在那里看手机 就可以了 你还可以拿出来录影录他 对 没错嘛 录影师直播 对嘛 到时候上爆料公司 对嘛 这样子就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嘛 对不对 可是我是觉得说 朱珠姐可能没有人跟他在后面 做这些政治上的研判 跟这个做策略上的规划 所以他自己单刀直入 可是佳琴姐 这里面会不会有打破 父权体制那个很有戏 我觉得在讲那个很有戏 他打破父权体制威权的那一块 是 当然是这样没有错 那可是洪秀柱 偏偏偏他不是这样的性格嘛 如果他是 其实我一直不断在鼓励他说 好不容易中华民国的国民党 有120年的 120几年 超过 对不对 的党史了 才出过唯一的一个女性党主席 对 你们国民党应该要敲锣打鼓 好好爱护他才对 然后对外彰显说 我们国民党也与时俱进 我们也想要讲求两性平权 等等 你把洪秀柱给他捧得高高的时候 洪秀柱他就感受到那个 对他的氛围的期待 而且之前他们还有换柱的恩怨在 没错嘛 那我就说洪秀柱这个个人是这样子 你把他捧得高高的时候 然后把他框在那个地方 比你现在去跟他逼 效果搞不好 来到好一点 对 现在看起来如果说 这个洪秀柱想要突破过去的框架 问题就在于他们自己党内 是不是能够承受得住 司纲回应之前我们先休息会 马上回来 好 马英九昨天对洪秀柱是耳提面命 但问题是洪秀柱的个性 会接受框架吗 来请教司纲 那现在看起来 如果说以洪秀柱的个性 他不接受这样的框架 那问题是洪席会之后 最大的问题在于党内立委 是不是能承受得住 这次立委有五位立委会同行 那五位大概也是比较年轻轻 比较年纪轻一点的这个立委会同行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部分党团的参与 是绝对有的 那第二部分我还是要讲 就是让给洪秀柱多一点的空间 那洪秀柱姐她是吃软不吃硬的 你从去年看她这样的一个政治上的个性 还有这二十几年她的个性 你跟她好好讲 私底下好好讲 她会听 你如果台面上跟她这样子 我往她吃不住 她一定是硬碰硬吃不住 人家25年来做到立法院副院长 也不是混假的 一定有她一个相当的这个任性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 那个马主席如果真的很担心的话 其实不妨在这 你找个地位在私底下 马前主席 马前主席在私底下再跟她讲一讲 甚至说洪秀柱一向很尊敬的连赞 连前主席 也可以私底下去跟她聊一聊 但会不会是他们连私底下 连聊天都不会有 我不认为 因为洪秀柱姐 基本上对于连前主席 才算是很尊敬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块 如果说真的想要跟洪秀柱提醒些什么 我觉得不妨好言相劝 就是好好讲 我觉得柱姐会听得进去 再来 柱姐在政坛上打轨这么久 也知道这个上下底线 还有我们的主流民意在哪里 我觉得她在这一块 不必那么太过的操心 再来第三个 北京也有她自己的看法跟盘算 那这个去年的这个马席会 大家本来期待很多 但是后来好像就感觉上 就差那么一点 差那么一点 我觉得大家都会记取 这样子一个过去的经验 我相信要给洪秀柱一点期许 要让她有一点自信心去面对北京 其实马英九自己也都吃亏了 毕竟马席会的时候 也就差了那么一点 没有去说一中各表 来 金燕姐 现在看起来 这个兰英立委是不是现在 也就挫了蛋了 因为刚刚斯刚才说 大家不用那么担心 但问题是 他们现在党内的确是有忧虑 我觉得这已经是没有共识跟互信 已经到一个没有办法相容 我必须这样讲 因为她的恩怨 在那个换柱的过程当中 在选党主席的过程当中 一直一直一直裂痕 那个裂痕恐怕是没有消灭的 大部分的人都是在看洪秀柱的笑话 也就是说今天党难嘛 对不对 最糟糕的情况 那你要出来嘛 一个是党产被 看起来他们认为超加灭祖 没有任何可以花 然后必须要自己想办法 一个就是 这个党怎么样走出去 那这个过程当中 所产生的汉格 比如跟党团 那谁在这里面主导 那如果他真的有那个权力 跟那个威信 那当然不会是今天这个状况 看起来立法院也要自己主导 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为什么今天又把蔡正元找回来 当这个文传会 看起来是代理 文传会这个 因为他有话语权 然后他某种程度上有攻击性 在这个状况下 帮他去维持住一个场面 但文理事 你觉得换掉那周知伟就有用吗 所谓的宣传不利 有同意说 在这里面会产生 这个内部矛盾会更大 可是他必须要强撞 那个强撞的面部 本集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